好 所以这分成两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关于 他的免疫桥接的一些疑问 第二个关于EUA的疑问 大千过去在我们节目当中 常常谈这一题 我相信你也很懂 你看EUA什么 就是局限在紧急状况之下 市场使用 当突发的公贵事件不在的时候 不再视为紧急状况的时候 只会有完全核准的产品 才能够留在市场 所以现在巴拉圭给他的是什么 给他的不是一个 这个正式的完全授权 给他的就是一个EUA 但EUA的状况还存在 紧急状况还存在吗 巴拉圭的完整接种人口 都已经快要过半了 快要过半了 而且巴拉圭用的还是免疫桥接 当初台湾没有办法 不用免疫桥接 第一个情况紧急 第二个因为台湾当时 疫情守得还不错 所以没有像美国 像英国等等 大规模的病毒感染 也不具备那个条件 所以我们用的是免疫桥接 但当时送到巴拉圭 想说那就是用他们的环境 来做一个真正的 大规模的人体实验 正统的三级实验 这搞得半天也不是 而且人数比我们二级还要少 的确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有点讶异 我不晓得秀芳跟各位观众 还记不记得原本高端 不是得到了WHO的资助 他是全世界什么少数几支 被挑出来的疫苗 然后WHO要出资 让他来进行所谓的三级 完整的三级临床试验 在前这个去年的下半年 我们听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讯息 所以当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 出现的时候 我以为 高端的三级临床实验 终于做完了 对 我也以为 在WHO的协助之下 我以为是大规模那种人体实验 正统的像BNT像AZ一样 对 大家不觉得很妙吗 你说没钱所以不做三级 找不到人所以不做三级 结果现在WHO把你挑出来了 WHO帮你出钱 帮你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你在去年下半年也宣告说 你要开始老老实实的进行三级 做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结果吗 搞了个半天还是免疫桥接 这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玄机 为什么你高端就是不敢做三级 人家BNT还有其他的疫苗 在得到了EUA之后 只要时间许可 他们都把三级完成了 为什么你高端就是不愿意完成三级 要钱已经有钱了 要病患也有病患 那结果到底在哪里 我觉得今天我们看到了 这个高端的这个讯息 不会给台湾人民增加更大的信心 因为大家的心中会有更多的疑点和问号 那么当然更不要讲说 你跑到了巴拉圭 你做了民意桥接的人 比在台湾的人还要少 这更奇怪了 那你跑去巴拉圭干嘛呢 就你在台湾老老实实做4000人不就好了 我今天看到这个眼睛很怪 本来做了3000人 你再加1000人不就好了 我们当初去巴拉圭 我们走出台湾去做实验 就是因为台湾当初没有什么疫情 没错 如果巴拉圭说因为在台湾 刚进行过所谓的大二期实验 所以在巴拉圭 只要进行一个小二期实验的话 那你巴拉圭 其实根本连做都不要做了 你就直接相信台湾的EUA 就直接发了EUA 不就解决了吗 但是巴拉圭却又要 这个话舌天竹的多这一步 我觉得这中间更没有办法 增加大家对于这支疫苗的公信力了 所以也许巴拉圭政府 对于自己的国民的 健康安全的守护标准 跟其他的政府不同 但是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的是 如果高端在巴拉圭 最后还是搞了这么一出 小什么小二期桥接的这种模式 人数比在台湾还少 那么我们根本就不用奢望 高端会因为得到了巴拉圭的EUA 而得到了其他各国政府的承认 所以这个问题是一样没有解决的 快儿 这次有没有解决的 本集描 也没关系 还有 本集描 本集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